翻集裡面比較輕快的歌 它歌名叫做三凡事 然後是比較內地的用語對不對 對,其實如果你去內地搭飛機就會看到 轉機三凡事這樣 就不會寫舊金山 你剛剛想說舊金山對不對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舊金山然後三凡事這樣 然後就是其實 其實什麼 我在寫這一首歌的時候啊 為什麼叫三凡事呢 就是除了一開始我不想要就是直接直譯 San Francisco這樣 想要就是比較特別一點 然後 我也是先把曲子寫好 然後我要填歌詞的時候 鬼打牆 我走到哪裡都看到San Francisco這個字 人家T恤啊 公車開過去San Francisco 店名然後走過去San Francisco 海報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然後每天就看到San Francisco 說這是個Sign 我就回去就是 又破題了 又破題了 這是個Sign Sign Sign Cosign 然後又破題了 Tangion Cotangion 這樣 所以我就破題 所以我就就是副歌破題 San Francisco 然後我就覺得說 San Francisco直接這樣 好鳥喔 不是 欸 對不起 沒人家 沒大人不在 然後 不在 欸 你幹嘛這樣子 沒關係 張倫克不會罵你 好 真的嗎 他嗆有耳 好啦 然後反正就是 覺得說 那我來個三凡事這樣子 但還真的 沒什麼人知道三凡事 是究竟三 喔真的嗎 嗯 因為人家說什麼是三凡事啊 然後其實三凡 就是他其實就是San Friend San Friend 煩的 那你知道為什麼叫舊金山嗎 為什麼 欸 這是新的梗嗎 我有聽過嗎 因為自行犯人的殘忌 蛤 後來有新的金山 那你就變舊金山 那新的金山在哪 在巴黎旁邊 哈哈 金山萬年 我們來歡迎金山的金 好假的先生這樣子 對不起 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笑 其他都沒有表情 我幫你掃過一遍 哈哈 哈哈